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国防部长官提到要对蓬碳酸碳进行民调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在8月31号召开的韩国国防委员会上 民主党的一位议员发言 需要快速进行民调 国民是国家的主人 所有权利都是出自于国民 所以对于BTS的兵役 也需要了解国民们的意见 希望能快速参考对BTS兵役的舆论决定政策 对此韩国国防部长官恢复 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 有吩咐参谋们赶紧定下期限进行民调 会对于国家利益多方面的考虑后 尽快下结论的 不过在国防部长官发言后 国防部有另外承轻 长官指的不是赶紧进行民调 而是检讨有没有必要进行民调 但是在国防部长官的发言后 马上就在网上掀起了热议 并因是国民的义务 要进行民调就很不像话了 然后这不是因为国防部下不了结论 所以想要用民调将这个责任推给国民们吗 已经有成员透过歌词说过 到时候就会去当兵 不要利用他们的名字 当然要当兵 为什么要浪费税金去民调呢 我不反对给艺人免兵 但是要有个基准吧 如果只是说为国争光的话 其他有名KPOP歌手们也做了 只是旁摊更多而已吧 22岁的青年说自己不在了 7岁的弟弟就要去孤儿院 所以要求能延期入伍 但是还是强制让他当兵的这个国家 为什么想要给旁摊免兵呢 这不是签不签的问题 这只会摧毁 现在被逼着当兵的青年们的时期的 然后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旁摊是欠了县政府什么吗 成人们一直说到时候就会当兵 为什么还一直利用旁摊 来做自己的政治呢 这次的釜山演唱会也是 真的太过分了 让前任总统去监狱 让三星总裁做监的国家 一个娱乐公司 能为了不想让艺人去当兵 跟国防部有什么交易吗 不就是为了搞自己的政治 所以在利用旁摊 然后一有军队新闻 就跑出来酸成员们的那些人 他们不是为了当不当兵 本来就是个黑粉而已 如果受到特别对待的话 那期间一定会一直听到一些人的废话 粉丝们也希望是去当兵一年六个月 对于韩国国防部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对于艺人的免兵 大家赞成吗 如果赞成的话 又希望是有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下个消息是 旁摊中国在餐厅的签名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8月的有一天 中国去吃了口肉留下了签名 然后在8月7号 去吃了口肉留下了签名 接着在8月15号 去吃了口肉留下了签名 然后在8月25号 跟茶文的最后 房间四个人去吃了口肉留下了签名 也就是说 8月1个月去吃了 4次口肉留下了签名 爱吃口肉的中国 3 总结一下这个内容就是 中国生日快乐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突然向Wendy告白的 辽美大师Sana 如果想要的话 或者其他人的 或者社会 如果想要的话 没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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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 我 我先在公司播放在媒体上, 我看了你三位姊姊是在我中心里看到 ,她的眼睛是很想像的眼睛 就是我特意的眼睛 所以现在就很变化了 小心点 我们现在连动的舞台, 我們一起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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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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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聽到 Sana說最近喜歡吃卡納勒後 Wendy說了 自己知道卡納勒沒事的 結果Sana馬上就來了一句 姐姐要一起去嗎? 卡納勒 맞지 마는데 我為什麼一直在傻笑呢? 兩個人都太可愛了 Sana的撒嬌怎麼能這麼自然呢? 好喜歡兩個人交換眼神的樣子 Sana幹嘛要誘惑我? 真的被迷住了 公主們要幸福 不是粉絲的我 看著這個也會覺得很療癒 如果加愛心做成人的話 應該就是Sana吧 太有愛了 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我撩妹把妹的技術 還算是不錯的 但是今天看到Sana那段 姐姐一起去吧 哇 真的是太慚愧了 所以下次我也要用這招來約別人吃飯 看著我 我太醜了 不會 照片 就這樣探訢你了 真的嗎 我真的會把碩東西在那裡 我真的不是想要去哪 我真的看著我 真的不太是 那麼多就 這邊其實我已經給大家了